如果你是單純的 脂肪增加比較多的人 或許抽脂本身 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大家好 我是整型外科 李淳昌醫師 今天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男性女乳症的問題 男性女乳症 顧名思義 就是男性有了一個 女性的外觀 然後呈現在胸部上 所以我們一般把 男性女乳症 也就是一個男生 他呈現一項女性胸部外觀 呈之為這樣的一個名稱 簡單來說 男性女乳症的成因 其實是我們體內 雄性素跟雌性素 不平衡造成的 那當我們男性的體內 雌性素的比例 超過他一個正常的範圍 我們的人體就會呈現出 比較女性化的外觀 那其中在胸部的表現 就是一個 比較女性乳房的外觀 那他的成因有分 很多種肥胖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肥胖會使我們身體 你周邊的脂肪細胞增加 脂肪細胞要增加的時候 他一部分的脂肪細胞 會轉化成雌性素 所以他的體內產生雌性素 比例高一點的比例就會增加 就會呈現一點點女性的外觀 男性女乳症 當然他的確 根據他的外觀的嚴重程度 的確是有分子的差異的 我們主要來分辨就是根據他的乳房 他的變大的程度 以及他皮膚鬆弛的程度 根據這兩個向量 來做他一個嚴重度的分級 可以看到圖上這邊 如果你的乳房是輕度的增加 沒有皮膚的鬆弛 我們大概稱之為第一級 如果你是中度的變大 也沒有皮膚的鬆弛 稱為第二級 第三、第四級都已經出現皮膚鬆弛了 那差別是在於他的 一個是中度的變大 一個是嚴重的變大 那更嚴重的 甚至乳與乳頭的位置都會有改變 我們大概就是根據這樣一個 胸部變大的情況 以及皮膚鬆弛的程度 來幫他做分母 講到男性女乳症治療方式 我們可以先知道一下 我們乳房內部組成的一個比例跟成因 男性女乳症他在胸部變大的同時 他就是脂肪也增加了 乳腺也增加了 當然有的人他是脂肪增加比較多 有的人是乳腺增加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治療 就要根據這樣的一個成因來做選擇 如果你是單純的 脂肪增加比較多的人 或許抽脂本身 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那一般在中度到輕度 這樣的治療是可以選擇的 但是我們大多數的人 其實他的乳腺跟我們的脂肪 會同時間增長 所以他會需要切除掉乳腺 也會需要抽掉脂肪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成因來做治療的設計 那切除掉脂肪的同時 一定要有個切口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 這是我們幾個最常見做手術的方式 跟各位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我們胸下緣 當我們有一個乳房的形狀的時候 在胸部的最下緣那個切口 也可以同時把裡面的乳腺 跟我們的脂肪做點除掉 那缺點就是說 一般來講這個切口的大小 會比較大一點點 才有辦法把整個空間 都組織拿得乾淨 但是它是藏在你的 乳房下緣的那個縫的位置 第二個呢 是我們從我們的腋下 皺褶處去做切口 優點也是這個傷口雖然只有八痕 但是它可以藏在 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地方 那代價來講就是 它的技術要求會比較高一點 它必須用內飾鏡的部分 來做整個遠距離的切除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大家最常使用的 微創的手術從乳暈下緣進去 大概一個三公分之內的傷口 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把乳腺用一個Pullout的一個技術 把裡面整個乳腺做切除 這大概就是我們幾個 最常見的位置 簡單來說 豆漿裡面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它裡面的大豆翼黃孔 會改變我們體內的磁性數的比例 那長期來說 其實我們在統計上跟臨床上 你要到這樣的量改變到程度 大家並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沒錯 塑化劑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所稱的環境的荷爾蒙 那我們剛剛理解到 我們男性女乳症就是一個體內荷爾蒙 不平衡造成的 那塑化劑本身的確有可能造成我們 不管除了性早酬之外 在男生的確是有可能造成我們所謂的 磁性素增加男性女乳的情形 大部分來講 男性女乳症 因為它都合併了線體跟脂肪的一個表現 如果你的體態因為你減肥 因為你各種的體重的改變 或許脂肪比例會減少 但大部分它並不會改變你的乳腺的部分 這個我們一樣 剛剛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謂的男性女乳症 它是一個磁性素的表現 那磁性素表現 你脂肪跟腺體的增長 我們健身可以降低我們體脂肪率 你的脂肪部分一定可以減到一定的比例 但是你的腺體的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靠這個情形得到改善 除非你是運氣非常非常好的 你只有脂肪和尊生 但大部分這樣的體力是相當低的 所以我個人健身是會改善 但卻不會完全消失 男性女乳症的確 它這個疾病本身是有復發的機會的 那我們之前做過文獻的統計 當時三軍總院的研究告訴我們 這50年來的統計大概有2%的復發 大部分它都跟體重的增長有關 也就代表當你做完這樣治療之後 你又持續了產生你體內的各種磁性素 增加的機會 它還是有復發的機會 但是因為它復發的機會相當低 所以各位不用太擔心 沒有錯 我們這個男性女症的手術切除的時候 的確有可能會影響到周邊的神經 但是各位不用太擔心 我們現統計告訴我們這個機會 大概2%到5% 而且是其中大多數的人都會恢復 那只有非常非常少數的人 才有可能永久性的這樣感覺的異常 那其實感覺一場一都只是頓頓的力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大多數的手術的患者 最後兩周之後就可以開始正常的生活 負重各方面的一個訓練 大概三到四周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對生活的恢復跟運動的恢復來講 那這個部分不用太擔心 那一般來說我們在男性女母症最常見的 其實就從青春起開始 很多小男生大概國中 國小就產生一些男性女母症的外觀 那其實這樣的症狀會對它造成一點 社交上的困擾 甚至一些自卑的感覺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東西是可以做治療的 有時候就隨著時間就它過去了 但是我個人的臨床經驗上 其實遇過幾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像一個國小男生 他其實小學五六年級 他就已經有洗澡杯以上的一個胸部 那他本身其實這樣的外觀 讓他在同才之間會被霸凌 因為他穿上T恤 穿上體育服去運動的時候 同學就會很直接的去玩他的胸部 甚至叫他鋪鋪之類的 他的父母親很晚才知道這件事情 也帶來我的門診 後來在他升學的這個寒水家的時候 幫他處理了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側面也得知 這樣對他整個生活跟學業上的改善 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其實這樣的東西是可以做治療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